正所谓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我们也应该要好好把握自己难得的人生 精进用功修行 古德说得好 人生难得经已得 佛法难闻经已闻 此生不像今生度 更像何生度此生 佛陀也曾说 得人生者如爪上尼 诗人生者如大地土 爪上尼之与大地土实在是为乎其为 可见得人生之不容易 所以我们要珍惜人生 好好把握人生 做人很不容易 在佛法里面说 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能够做人 而是做一个正常的人 更不容易 所以我们有这个福报 做人 听闻佛法 用佛法来告诉我们 怎么样把这个人做好 除此之外 我们自己有能力 我们自己有这个福报 还可以帮助没有能力的人 帮助有需要的人 这个在佛法告诉我们 就是慈悲心形 慈悲心形就是大乘菩萨的精神 你要成就菩萨道 事实上这个爱心要多付出 社会上是需要我们的 所以佛法教导我们把爱心付出行动 这对我们是有帮助的 而且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菩萨道 得人生得要闻佛法 闻佛法的机缘也不容易 现代这个时代我们很幸运 遇到卫星电视 网际网路这些工具 但还是佛度有缘人 能够把频道打开收看 这就是有缘 要是不知道收看这个频道 那就是没有缘 从比例上来讲 有缘的还是少 没有缘的人还是多 这就是佛在经上常讲的 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法杰新闻赖龙水泳 台北采访报导 这就像在卫星电视 网际网路 这就像在卫星电视 网际网路 有缘人的缘人